中医的观念中没有绝对的绝症 这种信念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给予临床经验的积累 以肝硬化腹水为例 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疾病 然而一旦又要得当 短短十天内腹水就能消退 对于一些常见的胃病或失眠 治疗时间可能稍长 但最终都能获得改善 这背后的原理与中医的哲学基础息息相关 从哲学角度看 人类并没有真正可以治愈疾病的药 就像我们制造了一台电脑或洗衣机后 可以维修它们一样 然而人类作为天地间的一部分 是最精密的仪器 我们永远无法像修理机器那样修理自己 这需要与天地同等的智慧 这是我们目前所无法企及的 那么医学的本质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医 西医一直在寻找治疗疾病的药物 但事实上真的存在治疗疾病的特效药吗 以感冒为例 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并不是感冒的特效药 在国外 医生如果随意开抗生素 可能会面临吊销执照的处罚 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 既然抗生素不是感冒的特效药 那么感冒的特效药在哪里呢 答案是西医界没有找到 这意味着如果感冒没有特效药 那么其他疾病自然也不存在特效药 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 患者需要终身服药 这些药物控制着血糖和血压 但不能治愈疾病 反而这些药物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 如肝肾损伤 当疾病恶化时 手术成为另一种选择 但这涉及到器官移植后的排异反应 因为人体会对非自身的器官产生排斥 这种治疗追求的是五年存活期 即患者如果能存活五年就算治愈 在中医领域 是否真的存在能够治愈疾病的药呢 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事实上能够真正对抗疾病的 并非那些琳琅满目的中药 而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 我们的免疫系统基因链 就像一把锐利的剑 足以应对已知的一切疾病 你是否知道 许多人在面对艾滋病这种 看似无解的疾病时 他们的免疫力足够强大 能够抵抗病毒十几二十年而不发病 甚至有一些人 他们的免疫力超乎寻常 竟然能够终生不受 艾滋病病毒的侵袭 而对于癌症 非典等疾病 人体自愈的案例 更是数不胜数 回想当年 非典疫情肆虐的时候 西医似乎束手无策 抗生素无济于事 大量的激素 虽然暂时抑制了病情 但给幸存者 带来了骨骨头坏死 肺纤维化等严重的后遗症 然而正是中医出手 治愈了许多生命垂危的患者 而且治愈者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既然中药并不直接治愈疾病 那么中医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传统的中医观念认为 药物并非用来治病 而是帮助恢复人体的正常秩序 当人体的内部环境得到平衡 免疫力重新获得释放 疾病自然无处藏身 中医的理念是让父卑尔玉的奇迹 由人体自身创造 而非依赖药物 正是由于这个观念的缺失 后世中医逐渐偏向了医药之病 背离了中医的核心理念 人体免疫力不分大小病 它对所有疾病都是一视同仁的 炎症在皮肤上或许无足轻重 但在肾上就成了大病 但对于人体免疫力来说 并无区别 黄斑病在心眼中 几乎是无法治愈的眼部癌症 但在中医看来 只要恢复身体内部的平衡 即使是所谓的绝症 也能轻易治愈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体 重新理解疾病的规律 事实上 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和方法 这并不是什么超前或新颖的东西 而是被现代人所忽略和遗忘的智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